欢迎回到八度早新闻 来关注股市动向 今天包括澳洲 香港和多个欧洲股市 将会因为复活节而休市一天 亚洲股市今天预计走势疲软 欧战情持续胶着 截至早上8点半 纽约WTI原油每桶报107美元 布伦特原油则每桶报113美元 而等下稍后的10点钟 中国国务院将会召开记者会 公布截至今年首季度的经济数据 到时因为近期疫情升温而重新进入封锁 外界就非常关注 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因此放缓 而且当地就业消费等等的重磅数据 稍后也都会一并出炉 今天我们马上将来连线 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来听听马股今早的开市行情 李玉早上好 主播你好 李玉我们知道 美国股市上个星期五四月十五号 因为耶稣受难日休市一天 在缺乏美股明灯的指引下 你是怎么看马股今天的整体行情 包括像是资金柳项热门股项还有大盘指数 它波动的区间大概会是到哪里 由于这个比较多假期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觉得在这个假期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怎么去操作这一个股市 那这个股市的活跃度也是比较相对的低 那今天我相信马股会在一个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态当中 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继续买入 until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 或者是更多的这个更加精彩的这个catalyst 那我相信这个外资上个礼拜是在慢慢的流出 这个equities这个动作 那我相信今天的这个情况 KLCI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那它的范围会在这个1570 1580的支撑点 到这个1600的这个主力点在这里徘徊 好那李玉其实我们就是看到说 那个森纳美种植Symdarby Plantation 遭到西方知名的食品厂商来停购这个棕油 那你认为这会给森纳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那首先森纳美也是说了 在这个刚刚过的这个周末说了 其实这个西方知名的这个厂商 其实不是他们的顾客 那第二点是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会对整个种植股 其实是不好的一个影响 因为当更加多人在打压 这马来西亚种植股的时候 那整个这个趋势就会被 这个比较走疲软的一个状态 但是Symdarby Plantation 基本上他们是一个 Largest RSPO Round Table Sustainable Palm Oil Certified Sustainable Palm Oil的Producer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 这个很好的品牌 跟很好的这个 Sustainable Palm Oil的这个做法的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这个日子当中 其实他们还因为在这个过往的这个USCP 也是有打压他们 所以在这个过往的一年到一年半之间 他们其实有找了这个audit review 去做这一个帮忙他们做出这个调整 关于这个label issue的调整 所以我觉得未来 如果这个audit review是偏向好的话呢 基本上对Symdarby Plantation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点是要知道的就是 在五月份有这个季度报告要发出 那很多的这些traders呢 就会在四月份到五月份的 五月头呢 就会开始布局这些plantation counters 因为这个FCPO的prices 这个价格 有中价格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它会translate to它的earnings 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 可能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 好我们谢谢李玉带来的市场分析 谢谢